Hello 大家好 Re1です 在今天中午4點 6月份日版的新限定卡 國際版之前先行的 偷空黑悟空 他的情報能力就已經發出來了 國際版先行 雖然是這麼個樣子來講 可是他的先行 只先行了一半 只有大獎放出來 可是二獎 也就是副卡並沒有放出來 這一次官方能力情報發布之後 就多了一張 素數的超二特蘭克斯 老實說 在看到的時候真的是會被笑死 也不知道到底是哪裏一個策劃錯的 當初的那個卡吉竟然可以只開一半 先行先贏半 也只有國際版可以做得到 然後這張梗圖又必須放出來了 This is global 好嗎 夭壽 只能這麼說 OK 那麼這個桃紅的能力 在國際版先行出來的時候 已經是跟大家介紹過了 他的整體能力 並且在日版這邊也沒有任何的改動 然後他的動畫演出方面也沒有任何的更動 當初覺得不好的地方 依舊還是不好啦 真的是還蠻讓人遺憾的 那麼這邊的話 就讓我們來看一下 另一張副卡的能力 以及他的動畫演出吧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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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整體來說就還蠻不錯的 老實說 他的登場動畫演出 我是還蠻喜歡的 可是必殺動畫那一邊 就 嗯 他的那個見錐機的時候 拿見錐機的時候 感覺有點小怪怪的 不過 也不管他啦 那麼能力方面的話 大家也是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是超速的屬性 然後整體的三維素質是沒有很高 隊長技不重要 必殺效果的話 是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 超特大傷害 然後他的整體被動其實還蠻不錯的 自身登場時 除自身外 隊伍內未來偏類別的角色存在時 限定一次 登場動畫演出四回合內 全員氣力加3 然後自身的迴避力增加20%這個樣子 然後 隊伍內 時空穿越者類別的角色啦 沒有一體 自身的攻防加60% 最大300% 也就是說其實只要有五張時空穿越者啦 就可以滿足他的要求啦 其實還算是可以混在一些其他隊伍 然後 除了能力提升之外 還有就是 會心以及迴避力加10% 最大50% 所以來到這一邊 只要滿被動的情況 前面四個回合 會有70%的迴避 四回合之後 50%的迴避 然後會心就直接會有一個50% OK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血量70%以下的時候 會心跟迴避 會再增加20%啦 也就是說 前面四個回合 血量 應該說 我們不要看他血量多少 就是有70%到90%的迴避 那麼四回合之後 會有50%到70%之間的迴避力啦 這個就還滿不錯的 然後再來就是 必煞發動時攻擊加150% 然後戰鬥中 迴避三次以上後 攻防再加150% 因為迴避三次以上後 這個攻防150%是做相乘的啦 所以防禦力乘以這個300% 其實會來到還滿不錯的地步啦 那麼這一條來講的話 他的整體被動啦 全部達到最大加乘的情況下 攻擊是可以去到1500% 防禦在行動後可以1400% 這麼個樣子啦 真的是還滿讓人驚艷的 尤其是他的數值啦 其實也很不錯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話就是講說 假設大特連接啦 就是大特自己的連接都有連傷的情況下 攻擊可以去到55% 防禦有5%這個樣子啦 那麼這邊特攻也就講 五體有偏程到啦 那麼這邊來講的話 在最初死狀態 也就是迴避 還沒有迴避到任何東西的時候 100%的狀態 835萬的攻擊 再有50%的激勵可以彗星 如果是彗星到的話 就大概去到1500多萬這樣子的活力 算是還滿高的 然後防禦面上的話 行動前21.5萬 行動後32.3萬 假設有連擊必殺的話 43.1萬 這方面來說當然是不高啦 可是因為有70%的迴避 每一次迴避啦 應該說迴避三次過後 直接會再增加150% 所以在前期啦 他的迴避率比較高的時候 盡快的讓他去迴避 把他的能力弄上去啦 就滿被動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防禦力啦 就拉得還滿不錯的 行動前從21.5萬 變到53.9萬 然後行動後這邊 就直接去到80.9萬 如果有連到必殺的話 107萬 當然連必殺這方面 就存看運氣 如果還在4回合內 配合70%的迴避力 是還不錯的 如果是4回合後 50%到70%之間的迴避力 可以做到這邊的那個 加成這方面 砍普攻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然後 在必殺的話 就有一個靠迴避 來做抗性這個樣子 滿被動之後的攻擊 1300出萬 還有一個50%的迴避 那個會心的可能性啦 所以火力其實還滿高的 假設可以連擊的話 那個攻擊力 還會再稍微上升一點 大概可以有機會去到 4800-9百萬左右的火力啦 假設兩發都會心的話 OK啦 以上就是這一張大特的整體能力啦 算賬器啦 是還滿不錯的啦 以一張一般石頭卡來說 已經是足夠強了 然後55%的數值 大家也是可以自己看著啦 然後下面的也是有 稍微註明一下 他們的那個迴避能力啦 大家可以看看 OK 那麼 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遊戲公告內啦 也是有一些東西啦 首先就是日版這邊的啦 龍石這個兩顆現在已經是達成啦 所以大家禮物箱裡面 有可以收到 Extra的兩顆龍石 然後再來的話啦 就是新的活動預告啦 那首先就是這個 復活的F的物語啦 終於重置了 那之前還沒打的朋友的話啦 可能就要再靜置開槌 他沒有說什麼時候啦 所以現在的通過鑰匙 還可以去打的 還沒打的朋友 可以花一點時間去打啦 追憶之瓶這邊 等下我幫大家找一下 因為這個關卡 很多新手都不會去打的 因為真的是沒有什麼東西拿 重點就是他沒有什麼東西拿 可是未來來來講的話 算是維持這個 Supporter Item啦 入手的其中一個方向啦 因為到時候一定會有跌落加成嘛 還有就是他的回裝 跌落 可是這邊加載到有一點久 OK 終於加載出來了 那麼就是這一個啦 復活的F的關卡啦 然後這個關卡來說啦 他有好幾個關卡是有龍石可以拿的 大家可以看他的名字 123456 這幾個關卡 多得可以打到18顆龍石 假設新手來講的話 還沒打這個關卡的朋友 絕對就是可以馬上花鑰匙去打啦 因為他重置到龍柱歷史那邊 所有的東西就重新開始了啦 花一點點的那個鑰匙 去把這個龍石給全部拿下來 是很有用的 18顆啦 趁現在啦 趁現在可以去弄一下 他的關卡是蠻多的啦 需要你一點一點的去打 OK 然後到時候開上來的龍石 重置之後應該也會蠻多的啦 嗯 希望啦 然後他還會有新的那個掉落角色 就是克林 應該是那個警察克林吧 然後還有就是會有新的 Supporter Member 非常可愛的大王 被掉在那個樹上 哈哈哈哈 很恐怖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個物語關卡 這邊新追加啦 按照之前的時程表來說的話啦 就有表明說在六月的時間點到七月之間啦 因為他的巴士這樣子分割啦 日版這邊會有一張新的冒險SSR 上次也是有跟大家討論過啦 按照他的故事劇情來說 大王再加佛格的組合卡的可能性啦 這個是我自己還蠻期望的 假設他這個免費卡是這樣 上次的大特布羅利已經是足夠有趣的啦 看看他這一次會不會大王再加 庫拉尼獎 這個就非常的棒 嗯 然後從第五關開到第八關 大概又是有十多顆龍石可以拿了啦 這邊也還蠻不錯的啦 OK啦以上就是這一些更新 那麼明天的話正式的資料下載也會下來 然後卡機什麼時間點開上來 也會有他的正式情報啦 按照我們現在的那個資訊來說 可能性就是會在 3030號的下午4點啦 正常來講的話啦 正常的情況 OK 以上就是我們的這個 心腹卡超爾特朗克斯的能力 還有就是一些活動相關的東西啦 好 那麼就讓我們一起期待一下吧 可能很多人都不期待就是了啦 掰掰